加拿大渥泰华市昨天发生枪击事件 一名男子在战争纪念碑附近开枪 并试图闯入国会大楼 这起枪击事件造成一名军人被枪杀 嫌犯也在国会大楼内被警方击毙 今天国会大楼重新开放 警方仍在调查凶险犯案动机 加拿大和美国的官方都担心 这起枪击事件虽然是单一案件 但却代表可能存在更重大的威胁 沃泰华的警方表示 目前还不清楚枪击事件的嫌犯 迈克·杰哈夫比伯的犯案动机 但他昨日的攻击行为引起了各界的担忧 官方表示杰哈夫比伯曾有多项犯罪和毒品使用的记录 美国反恐情报表示 杰哈夫比伯与加拿大回教极端分子有所关联 昨天的枪击事件造成死伤 但是加拿大政府拒绝向恐怖行动低头 今天早上国会大楼重新开放 国会议员在总理哈伯带领下 向开枪击毙杰哈夫比伯的警官凯文·维克尔致敬 哈伯称维克尔为英雄 今天加拿大全国也在对枪击案中失去生命的军人 纳森·奇利洛致哀 目前不仅是加拿大 他的邻国美国也采取积极策略 防止更多本土恐怖分子进行攻击 在加拿大的枪击事件之后 美国联邦政府也提高了警惕 并且下令美国与加拿大边境高度戒备 美国和加拿大分享着世界上最长的边境 从这张地图可以看到 这条边境长达5500英里 但是联邦国土安全部表示 这条边境上目前仅有2200名的美国边防巡警执行 美国与墨西哥边境比美加边境短很多 但美国在美墨边境部署了18000名的巡警 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表明 沃泰华的枪击事件会威胁美国的安全 但是美国已经下令加强美加边境的保安巡逻工作 昨天晚上又有一名男子翻越白宫的栏杆被捕 他在今天被控多项罪名 这已经是今年白宫发生第七起翻越围来事件 昨晚动案时间七点多 一名男子翻越白宫北边草坪栏杆 试图闯入白宫 他越过围栏后前进了2到30英尺 才被两只警犬拦阻 他曾踢打警犬试图脱逃 警方公布证明男子的身份 他是23岁多米尼克阿德桑雅 他的父亲表示儿子患有妄想症 阿德桑雅的邻居也曾表示 因为阿德桑雅的精神问题向社区和政府求助 但没有结果 目前阿德桑雅面临多项控罪 包括攻击两只警犬的袭警罪名 非法入侵 拒捕和威胁罪名 阿德桑雅两个月前就因曾经翻阅白宫 围栏不成被逮捕 这是今年白宫发生第七起翻阅围栏事件 9月份男子刚萨雷斯就因为翻墙 进入白宫庭院遭到逮捕 他在这个星期二出庭接受省前听证 这样子的方案已经没有结果了 关于白宫都可能没结果了 感谢观看